俄罗斯的冬天也太硬核了 近期 由于极端的暴雪来袭 导致年旧未修的房屋 出现墙体脱落的问题 每隔几天 镇子就会举办吃息 因此为了保证居民安全 让他们吃息时不再去接下一场 硬核警长只派了两个工人 让他们把房屋上的墙体给扔掉换星 工人立马干劲失足 他们先是撬开墙块 接着看楼下没人确保安全后 便将墙块扔了下去 哪知这时还在擦车的忠孝 还好老寒腿跑得快 不然差点就把命给搭上了 哪知工人反手又一扔 完美命中旁边的小轿车 好家伙 人家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这是天算不如人算 咋的 砸个车还内卷起来了吗 一下干翻两辆车 警长直接下令让他们去南极报道 而也正因极端的暴雪天气 有人错把冰湖荡成路面 一车子就对进了水里 而有人也十分胆大 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公然凿开冰洞 在湖里非法钓起了鱼 警长看他们钓了整整一桶 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二话不说就他们钓的鱼 装自己袋子里了 接着警长留下两人 让他们在冰店好好待上 24小时以表承见 如此正直的警长 这都不值得你点个赞了 俄罗斯打击非法捕鱼有多硬核 近日有人在锈鱼器进行非法捕捞 导致鱼群遭大面积捞捕 就连警长最爱的三文鱼 都被他们全部捕走 于是为了打击非法捕鱼 警长特地带上几个小弟出海巡逻 他们捧着望远镜 航行没多久 就撞见了两个划着橡皮挺在那钓鱼的毛子 只见警长和蔼可亲的上去慰问 显然这两人就是在非法捕鱼 警长看着他们身旁的鱼桶 咽着口水就让他们先把铜给端上来 等拿到桶后倒出来一块拿 好家伙 一只两只的 这可是重罪啊 随即为了惩罚两人 警长用绳索把他们的橡皮挺绑在快艇上 让他们提议了一把海上飞鱼的滋味 哪知速度过猛 橡皮挺直接就翻了个跟头 两人也随之沉入了海中 可警长看这两人居然给俺玩犯罪前逃 气得就让小弟赶紧发布悬赏 速度将这两人给逮回来 接着警长便坐着小游艇 继续出发去办案了 只见他带领小弟冲进一栋建筑工地 里头的工人们 一个个的都是非法移民 现在全都跑来当工人了 接着警长又看向旁边的墙纸 只见他走上前 因此为了处罚几人 警长决定将他们送去南极 只要和北极熊打架打赢了 就允许入境 数十妙哉 战斗民族打击不良建筑商有多硬核 近日 有不良建筑商正在拆除一栋废弃建筑 准备建个大商场 可拆迁拆到一半 群众就纷纷表示抗议 他们说这是当地的历史遗迹 近百年来 就没人敢动他 然而工人们可不管 毕竟上面发的话 他们也只能继续强拆 随即 并和警长就收到举报 赶到了现场 有个老毛子拿出一张照片 说自己二十多年前就在这里出生了 拆不得拆不得 接着警长走进建筑 里头还有两个流浪汉哥那睡觉呢 群众的抗议愈演愈烈 不仅和工人动起了手 还坐进他们的日产车一番折腾 此时警长赶到 替民众出谋划策 只见双方扭打一团 警长更是坐上挖掘机 开到了工人的日产车面前 麻烦就此解决 工人只好心甘情愿 将拆掉的建筑进行手动复原 工人一想到警长的小可爱 赶紧就继续复原了起来 而群众也再次感激 要是没了警长 这小日子一天天的 可要怎么过下去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剧情皆为节目效果 小朋友可千万不要模仿哦 更多硬核爆笑操作 只能拜托点个关注点个赞 之后还会为你带来 硬核警长的更多精彩操作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